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人家说石涛的 说的什么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一天神神叨叨的 鬼鬼叨叨的 你就不能说点正常的 这是很多普通人有时候我们看到反馈就这样 又来了又来了 你少说点神的话 你说点人话 你让人能听得懂话 那什么是人呢 什么是人呢 那米开朗基罗画那画 人跟鬼跟妖跟兽是在一块的 人跟鬼跟妖跟兽跟地狱跟炼狱是在一起的 红尘滚滚就是地狱 然后又来了 又来了 又转到臭肉上去 说人话就是臭肉 就现在而已 曾经的不是 传统的曾经的不是 但今天的是 很多朋友觉得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讲 得说那些文化的话 我没文化 为什么 文化都被摧毁了 人的文化已经被摧毁了 现在你看是人 他很多不是人 我们讲节目就这么讲的 我个人觉得不容易 说实话不容易 很多有着所谓宗教背景的 他什么都不信 他只坚持自己的贪婪 人的一个人有两部分 圣洁的灵魂 炼狱般的肉体 圣洁的灵魂 炼狱般的肉体 所以我们人体的本身相生相克 对应存在 那老道 蹲在山 那老子蹲在山洞里 他自己境界就可以升华 他一个糟老头子 他自己境界为什么可以升华 当他把文化 当他把他的概念 能留给人的环境中的时候 人的三界的大环境 就是他的炼狱 马斯克真厉害 世界首富 曾经首富 他不在乎 然后呢 他说自己是火星人 我们说他是 他可能就真是火星人 然后很多有文化人胡说 他就是为了吸引人 你以为他是你呢 你以为他是你家太太出门 得打扮打扮 为了吸引人呢 那笨 时髦的话 格局怎么那么小啊 这是文化 格局怎么那么小 什么叫格局 对吧 格局是人的境界 下背 如来的格局 超过了菩萨的格局 那是生命的境界 你以为读书读多少呢 读书读多少 那是平面上 那么格局大小是立体的 读书里 你遭他读书人 所以他的格局概念不同 那马斯克呢 他也就没大 他没办法证明自己是火星人 他怎么证明 他证明不了自己是火星人 他今天弄佩谱 明天坐汽车 后天打火箭 然后往天上织网子 谁有这样的格局啊 你看这个在北美 在加拿大那医生 都是代代相传的 他也是 他爹是 到他这也是 说我半截想插进一个键 插不进去 加拿大很多西方社会 为什么ICU那么紧张 你很多西方社会 你看都是在大疫情 你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系统就像黑社会一样 你外来的人 说我儿子去读医去了 他进不去 人家都是近亲繁年 你看加拿大 安那略省又ICU又火爆 ICU他不发展 政府没有钱进去 他不让这个行业 人已经变得就这么邪恶 都是人权的名义 人权很多都是骗子 没有道德的基础 都是骗子 道德是根本 这话听起来 你就听着都别扭 走走走 怎么 涛哥给走这儿了 因为触及到这儿了 我们讲马斯克 所以他马斯克呢 他自己的背景大 他娶了个太太 加拿大人 三十几岁唱歌的 昨天早晨 他在社媒上拍了一张照片 他在自己的背后 弄了那个刺青 他就把后背全亮着 一直到 他那个画一直画到尾巴鼓上 看就傻了 看就傻了 你在电影里看到的 在一些科幻影片看到的 那些人 人的身体 被另外的生命附体之后 比如说被个蜘蛛附体了 我举那例子 那典里都那么严 被蜘蛛附体了 然后就从他皮肤上 就出现了蜘蛛的那样子 对不对 被一个章鱼附体了 就从身体上出现个章鱼 类似 那个东西呢 给我的感觉就像那些 电影里演的那些性虐待 拿鞭子抽 背后抽的就是鞭痕 但后来后再发现 它是对称的 就像拿那个手指尖盖 抓出的痕 但是它是对称的 他说那是超自然的 就是超自然的艺术跟美 然后他说是他儿子能够看懂 他儿子能明白 他说了什么话 昨天早晨 那很显然他是星期日 画这个刺青 那我也相信 给他做刺青的人 肯定不会画 肯定没明白 一定是谁让他这么画 就是有人给那个刺青的人 得画出图样来 他没说谁画图样 他没说 所以网上就传了 他有钱吗 人家成功吗 所以成功的一个人 自己说自己是火星人 而地球上的人 非说他不是火星人 非说他是科学的结晶 人能傻瓜 人傻瓜就到这份上 同时间 潘迪刚 五角大楼 五角大楼泄露出来的文件 五角大楼今天正在研发液体芯片 准确说应该叫疫苗芯片 植入人体 未来的时间里 大疫情爆发 就是大疫情不能够离开 快速离开 将与人类社会并存的背景之下 当你把这个芯片植入自己的皮下之后 它将随时监测你身体的病毒状况 今天是4月13号 我们在半年前 大概在去年的90月份就开始出现疫苗的时候 我们就在节目中说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东西就叫移动 叫什么 我当时说叫人体芯片 我们讲的是疫苗 我说疫苗里头 他给你放上液体式的流动芯片 所有人就变成了AI产品 今天的人变成了AI产品 曾经的克隆是不需要 而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成为今天人类这个社会 权势着那些权势之人的奴仆 谁是 比尔盖茨 索罗斯 习近平 奥巴马 凡是倡导全球主义的 拥有着大批的钱财 展现着科技的精英 亚马逊 推特 Facebook 这些人 组成了一个极小的利益团体 几百人吧 掌控着全世界95%的财富 掌控着全世界95%的财富 以掌控着全世界 掌控着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政府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法国 他们拥有法律 他们拥有国家的名义 但他们各个不是人 以动物或者说外星人士的附体 去掌控着人类社会 在埃德蒙顿 在星期日 两百个警察 加拿大的 两百个警察 去包围了整个教堂 原因 那是教堂 星期日 这个这个 因为大疫情吗 而教堂那些人呢 还愿意去敬神 政府不允许 所以大疫情啊 所以就用铁诈的把教堂给封了 封了之后 结果那些人 那些 那些信徒们 就去把那个 铁栅就给拆了 在他们心目中 那个教堂是圣洁的 当地警察去了 两百警察 带着防毒面具 如果带着瓦斯防毒面具 那是正经吧 那都是贫尿 然后 那肯定带着瓦斯咯 端着枪 四十多辆警车 天上有直升飞机 排着队去人 以大疫情的名义 摧毁人们对神的敬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